酒精喷灯 酒精喷灯是实验室常见的强加热工具 它具有温度高、安全性强、加热快的特点 经常用于玻璃加工,如弯曲、溶接等 酒精喷灯由 1. 虎体 用于盛放酒精 2. 虎嘴 用于添加酒精 3. 预热盘 用于气化灯芯馆内酒精 4. 喷管 内藏灯芯外接喷口 5. 火苗调节感 用于调节空气进入的多少 1. 首次使用 从虎嘴处加入的酒精就约有200毫升 3. 扭紧虎嘴 2. 松开火苗调节感至最低 向预热盘中加入半盘左右的酒精 并用火柴点燃 3. 当预热盘中的酒精燃烧将近时 喷口一般会有火焰喷出 伴有呼呼的声响 此时喷口如无火焰 可用火柴点燃 4. 调节火苗调节感 使火苗处于最佳状态 注意事项 1. 首次使用 需要直径为0.5毫米的钢针疏通 2. 酒精喷灯不宜长时间使用 以免温度过高 引起灯内酒精沸腾导致危险 3. 停止使用时 可用石棉网覆盖喷口 同时移动空气调节器 让空气少量进入 火焰即熄灭 然后稍微拧松悬腮 使灯壶内的酒精蒸汽放出 4. 严镜向正在燃烧的灯内添加酒精 这样容易引起危险 也不能让喷灯内的酒精烧完 以免烧焦灯芯导致喷灯不能使用